这个女孩被人用钢丝固定起来后 被几条大型犬给生吞活剥了 但现场除了一只小青蛙和狗嘴里吐出来的 写着狗粮之行的字条外 警方一无所获 或许凶手是个仇恨情侣的单身狗 很快死者的身份就被确定了 这是一名26岁的年轻女性 在不久之前 为了与狗毛过敏的男友同居 她扔掉了自己养了多年的狗狗 经过一番调查后 案子毫无进展 不久后的一个雨夜 那张纸条再次出现了 以感受维母之痛的名义 一个打扮怪异的蛙男 收归了一条跟老肥宅的性命 肥宅的尸体 最终被一对野猪的行为发现 她的脸上却是了一大块皮肉 经测量 差不多是她出生时的重量 在现场 警方发现了词条和凶器 甚至还有凶手特意留下了血印 很显然 对于警方的办案能力 她并不放在眼里 现在唯一可知的就是 这个凶手只在与天作爱 就在警方毫无头绪的时候 一个小眼镜同事 发现了被害者之间 至关重要的共同点 那就是 他们都是当年 被宣判死刑的女同事 纸标本杀人案的陪审员 而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 凶手原有的精神疾病急剧恶化 转到金玉医院之后就自杀了 但男主坐不住了 他的妻子就是当年的陪审员之一 但因为他经常一头扎在工作上 无心照顾家庭 人受不了的妻子 已经带着儿子离家住走了一段时间 男主不停给妻子打着电话 但是对面根本就没有人接 蛙男那头的作案也并未停止 一个男法官的尸体 被疏着一批两半之后 分别被寄给了他家中的妻子 和外面的行人 蛙男对他的审判是平分爱之行 而常以自身美貌为资本 来吸尽的女法官 则被蛙男给冻成了一座冰雕 他的罪名是永远美丽之行 再就是作为陪审员之一的真心师 他被执行了吞亲针之行 案情越来越急迫 男主心急如焚 怕他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之中 上级不得不让男主 退出了本次查案 但男主实在无法坐以待毙 他去找了在医院工作的妻子闺蜜 来询问妻子的夏洛 可闺蜜并不买男主的账 看到男主 他就开始拼命为好友各种动不平 就在闺蜜喋喋不休的时候 另一名警员也找了过来 这才查询到严重性的闺蜜 才向好友的夏洛投入了出来 原来男主的妻儿现在就住在他家 而得知此事后 警员很失气愤 他们其实刚刚已经去他家调查过了 但他男友却似乎不承认 警察们匆匆地赶到了闺蜜家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好在刚才在楼下的时候 男主发现了华男的踪迹后 紧紧地跟了上去 但就在追逐的过程中 男主的车意外侧翻了 趁此机会 华男去搞来了一辆卡车 对着男主侧翻的车子就撞了过去 好在男主有主角光荒附体 就在最后关进一刻 他从车里滚了出来 看到男主为妻儿树红落魄的样子 华男并没有杀他 反而仿佛找到了乐趣时的 笑了笑就离开了 回想起自己作为一个爸爸 对儿子的神魔屡次视线 作为一个丈夫 就从来没有尽到过责任 男主深感愧疚 他不得不强大起精神 与笑蜜已经讨论起了案情 但没想到 华男又一次出现了 而且很明显 他这次就是冲着男主来的 男主赶紧追逐出去 口外面打着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男主很快就失去了华男的踪迹 就在这时 华男的电话来了 感到华男口中的天台后 男主发现 笑蜜静儿已经落到华男的手上了 华男告诉男主 当年女童树直标本杀人案的凶手 其实是自己 但就是因为那场愚蠢的审判 使得他伟大的作品 竟然被冠上了他人之名 就在他慷慨身子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感到不是的华男 立刻不足及地伸出手挠挠挠脖子 随即他转过头跟笑蜜静到了下边 然后就松开了扯着笑蜜静的手 而面对同事的坠楼 男主震惊 悲痛 大喊大叫 但就是不去管潇洒离去的华男 索性妻儿被抓和同事殉职 还是让男主稍微恢复了点智商 复盘了当日的情景后 他确定 华男对紫外性过敏 男主顺藤摸挂 找到了华男的主治医生 在从医生手里 男主拿到了华男的个人信心 接着 男主就松松赶到了华男家 结果进到华男家里以后 还没走上几步 就被华男给KO了 在醒来时 映日隐连的是妻子和儿子的蜡像 四周的墙上还装着很多摄像头 拉向儿子手里的盒子上写着 爸爸 陪我玩吧 男主拿下那个盒子打开后发现 里面是一盒拼图 和一支录音笔 华男告诉他 破案就好比这拼图 把碎片一拼拼给拼接起来 才能看到暗静的轮廓 深感被戏弄的男主怒发冲关 但他的不配合 只是让开戏的华男觉得好笑 他一人一顿一个汉堡 一瓶饮料地养着男主 实在好不起的男主 只好重新拼接了拼图 终于 他找到了密码 逃了出去 他打开一扇贴着妻儿照片的冰箱门后 妻儿的头颅赫然在目 而误会 这些天自己吃的汉堡 是妻儿的肉做的后 男主喂了一阵饭僵倒海 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死 华男只是在利用男主的痛苦 来满足自己的快感而已 他决定用这一家三口 来完成自己的终极艺术 他给男主妻子 带上了一只跟自己相同的青蛙面具 然后故意激怒男主 引男主过来 尽手把妻子杀掉 好在夫妻伤及以来的默契 让男主及时发现了妻子 妻男用男主儿子威胁男主 要么帮他完成作品 杀掉妻子 要么自己就杀掉他的儿子 男主心如刀绞 他猛然掏出了枪 准备给妻男捅着雨剑 但一番对射后 妻男并没有被伤害到要害 就在他准备送一家三口上天堂时 警察终于赶到了 妻男立马就利用地形入室逃了出去 但这里已经被警察给玄米包围了 一路微不知下 他只能逃到了烈日当空的户外 其实妻男的主治医生 就是她的姐姐 当年亲眼目睹亲人被害后 妻男就患上新一性过敏症 面对床上躺着的妻男 姐姐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这次药剂 经过这次案件 男主终于选择了回归家庭 故事看似完美结局 但最后出现在男主镜头中的儿子的动作 却引人深思 阳光下的他伸出小手 时间地抓着脖子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观赏 下次见